叫老铁门和油条面 三斤高筋面粉 你也可以用油条面 还可以用中筋面粉 海维利的油条蓬送剂 一斤咱们放7克 三斤21克 咱们放到20 也可以用安琪的油条蓬送剂 燕子推荐这两款比较好用 无铝的泡打粉 一斤放5克 三斤放15克 这个属于干料 咱把干料搅匀 搅匀以后放到一边备用 然后咱们另起一个盆 里边打鸡蛋 一斤可以放一个鸡蛋 如果上用的话 可以二斤放一个鸡蛋 叫老铁门一个小技巧 有时候在碗边打鸡蛋的时候 鸡蛋皮是不是会掉进去 是不是掉皮子 咱们可以在平面上去打 如果你在碗边 或者在带棱带角的地方去打 就容易掉皮 在平面的位置去打 它就不会掉皮了 鸡蛋打到盆里以后 咱们不要去皮了 你放一个鸡蛋也好 三个鸡蛋也好 都不要去皮 然后咱们加凉水 一共到960克 一斤是320克 三斤是不是960克 没算错 然后咱们放精盐 精盐一斤放5克 三斤咱们放15克 白糖也是 一斤放5克 三斤放15克 这个就是湿料 因为盐和糖 放在这个盆里 水里 它容易更容易和面溶解 然后色拉油 一斤放30克 三斤放90克 备用 咱们把湿料也给它搅匀 干料之前 之前已经搅过了 然后把湿料直接都倒进去 然后用手去扒了 千万不要去揉 也不要抓 也不要摁 就这么扒了 豁了 把干面粉和水 充分的溶解在一起之后 咱们把手清一清 然后把色拉油倒进去 这搓手这个习惯不炸好 这灰都扔进来 然后咱们把色拉油都给浇进去 后浇色拉油 悄悄的告诉你 也可以放大豆油 它会更酥 然后这个时候 就用你仇恨的小拳头去捶 你把油条面呢 当成是你的仇人 你就怼 你就很劲怼 这个面呢 如果说你的油条特别筋 可能就跟你的手法有关系 全程不要去揉它 就这么怼 上边给它折过来 下边给它揉上去 就这么反反复复 然后给它转盆 转盆之后折另一边 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去怼 怼到什么程度呢 直到你感觉你的面充分的溶解在一起了 已经粘合在一起了 这就可以了 扣一个袋子 这不没路上 这个袋子呢 腌子在十字咋买的 两块钱一米 一米可以做八个 就是咱以前小时候护窗户那种 是不是有好多人 没明白护窗户是啥意思 不告诉你们了 二十分钟之后 咱们接着怼第二次 然后再醒二十分钟 再怼一次 再醒五分钟 就可以包面了 这个都没路上 每次怼面呢 就怼到它起筋性了 你再提面提不起来了 都已经起筋了 这样就行了 这样去行 这是最后一次 五分钟之后了 咱们开始包面了 咱们案板上可以轻微的撒一点干面粉 然后把面呢 在盆里拿出来 如果你那多呢 咱们手法要好 所以咱们就包大块的面 如果你的手法呢 刚开始不是特别好 所以咱们就小块的去包面 可以多练练手法 按视频当中 燕子的手法 把它卷起来 卷完之后 还是拿刚才那个 壶窗户的膜 然后把它给包起来 看手法 这个全程看手法 往上揪 这个燕子慢点 左啊 然后用手 用手掌 给它往下撸 撸的目的呢 是因为中间厚 咱们把它给捋平 然后中间不要有空气 给它抹一下 燕子做的慢 是因为细细的去教你们 要不然不能这么慢啊 然后把空气再抹走 两边呢 给它折过来 哎 然后再压中间 压中间的目的 是把中间多余的面 压到两边 让你的面成一个圆柱形 非常的均匀的圆柱形 好了 这样压好 压好之后 把三块面都画好 就完事了 免费的小红心来一个呗 这个面呢 三天了 没炸上呢 明儿炸